纪伯 你来干嘛 这么久没见了 你就不能给我个好脸色呀 对不起 我现在不知道什么叫好脸色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麻烦你离开 这样吧 我给你两万 陪我一天 没空 那我再给你加两万 五万 如果说你今天来找我 是跟我炫耀你有多么成功的话 那恭喜你 你赢了 两位冷静一下 好好聊一下吧 你们具体发生了什么 没发生什么 纪哥我就想让你陪我一天 你有什么不愿意的 对不起 我不想 当你毅然决然决定 放弃我们五年感情的时候 你有想到过今天吗 我本来可以过一个相对较好的生活 但是我为了你 大二就辍学了 我在外边打工 供你在国外留学 负责你在国外的衣食住学 结果呢 你跟我说配不上你 你想留在国外生活 找个老外结婚 那一刻 你想过我吗 我知道你是为了供我读书 才变成现在这样的 我也知道你一天去打三份工 不舍得穿不舍得吃 你光记住这些有什么用 你现在的出现对于我来说 就相当于伤口上散 它已经快好了 现在又开始痛了 你看 以后你看着它想去哪就去哪 你再也不用拼命的努力工作了 房子我已经买完了 咱俩可以马上结婚 如果你想要孩子 我们也可以生啊 你是不是聋了 我说了我不需要 你还想怎么样啊 我已经给你台阶下了 老公这是谁啊 老公 你已经结婚了 没有啊 但是快了 我不需要 我现在的心愿 我现在的心愿 就是你 我现在的心愿 有什么用 就没有 你不是要